現在是2023年9月4日星期一 之前視頻曾經說過中共為了方便、辨識、辨識度 為了辨識度所以在台灣作案他們的間諜或者是刺客或者是同路人在台灣作案的日子通常會選在跟8有關 8號、18號、28號或者是早上8點8分或者晚上8點8分或者18分28分 反正都跟8有關啊 我們先來看這個比較早的2010年11月26日 因為我的簽字筆沒有水了啦 所以我就用那個鉛筆來寫可能寫的不是很清楚 不曉得大家能不能看得到我就唸大聲一點 26日晚上8點晚上8點18分 當連聖文上台在為候選人助獎的時候就在8點18分 你看8、18 突然間馬面竹聯邦分子啊 林正維綽號馬面林正維雙木林啊 林正維衝上台就像連聖文的臉頰開了一槍啊 那把手槍是很很棒的這個克拉克德西德的這個西德制式手槍喔 這個一般的黑道一般的街頭小混混是拿不到這種槍的 只有大的幫派啦 像竹聯邦四海幫才拿得到這一把西德克拉克制式警用 就是他們的西德的重案警察特勤小組情報人員在使用的克拉克手槍 打了一槍啊 因為那把槍太好了威力太強了 他就穿透連聖文的嘴巴就臉頰 然後打到那個台下坐在第一排的坐輪椅的殘障人士黃韻聖就正中心臟 所以這個叫做一箭雙雕 一顆一顆子彈打死 打到兩個人連聖文臉頰穿透沒事 但是坐在下面的黃韻聖就正中心臟死啦 這個黃韻聖真的很可憐啊 他很熱心啊 他擠到第一排 擠到第一排想說聽清楚一點 沒想到反而這樣送了命啊 馬面的理由很好笑啦 他說他不是要槍殺連聖文 他是要槍殺那個候選人姓陳的 然後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20多年前的土地買賣 他介紹這個陳議員買土地 然後給的仲介費太少 所以他20多年後來開槍殺人 你們會相信嗎 如果你智商沒有像柯文哲157那麼高 然後你會相信那是有可能的啦 反正不管如何啦 這個8點18分發生的啦 這個已經很明顯了 現在我們都知道這個就是中共幹的啦 不然他不會選在8月18號 他不會選在8點18分 但為什麼時間沒辦法定 因為那個選舉的日子啊 是不是中選會政府定的 然後後選人在那段時間他才會去那個做這個拉票的行動嘛 所以像這種選舉的日子就比較難控制日子 日子難以控制啦 因為候選人他們他們會因為行程的安排 像你要助選 助選人員也是因為有行程的安排啊 哪一天能夠到哪個場合 那是很難控制啦 但是什麼可以比較好控制 這個時候時間時間就好控制了 8點18分可以好控制啊 譬如言聖文上台 8點15分上台 那這個槍手呢就等到他講話講到 講了3分鐘15分 講到差不多18分鐘的時候 18到了他就衝上去開槍 這樣就有8跟18了嘛 中共那邊就知道說 我派的殺手已經成功的執行任務了 好 再來我們看 都跟8有關的這個案子啊 2014年5月21日下午4點26分 4點26分到28分 注意我下面有打這個 這個就是正解殺人案 然後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2014年5月21日 是不是就在那個520過後的一天 4月4點下午4點26分 他開始殺人嘛 殺到哪個時候結束 28分你看就出現這個28分 這個28分到了他就不殺人了 對不對 而他總共殺了多少人 他總共殺了28個人啊 他剛好就殺28個人 然後他就不殺了喔 你們回去看那個新聞報導 然後那些民眾拿雨傘要戳他 他很奇怪正解就是都不殺人了 完全沒有那個殺人的氣焰 他就呆呆的站在那邊等警察來抓他 為什麼 因為他的任務就是殺到4點28分 然後殺滿28人就任務就結束了啊 好但是這28個人裡面 後來有4個人就死了 好因為他那個正解殺人的手法 他那個手法是屬於刺客 就是情治人員所訓練殺手的那種殺人的方法 就是他刺下去以後呢 他再把他轉一圈 那個力量要很大喔 要長期訓練才有辦法 刺下去然後再轉一圈 這樣殺傷力比較大 這通常都是殺手才會這樣做 所以這個正解是殺手嗎 這個正解有沒有死 有沒有真的被槍斃 沒有 為什麼 正解 正解是在哪個時候被槍斃的 他2014年殺人 然後到了馬英九 要交接給蔡英文的2016年 也就是兩年後 就在馬英九要交接給蔡英文的5月10日 5月20日就要交接給蔡英文了嗎 他在10天之前5月10日 馬英九突然間下令說把正解給槍斃 直行槍斃 然後很奇怪 就那一天就只有正解一個死刑犯被槍斃而已喔 而且只有一個人被槍斃 而且破例喔 以往要槍斃死刑犯一定會通知新聞記者 然後新聞記者會到行刑的場所去拍攝去錄影 算是錄影純正啦 但是那一天完全沒有通知記者 而且不准錄影 現場也沒有人錄影啊 然後等到新聞記者知道了之後 就鎖在槍斃的現場的外面啊 結果這個時候很奇怪耶 那個是不是要把屍體送到台北殯儀館 按照以往啊 死刑犯被槍斃之後 就槍斃了之後 就是送到台北殯儀館 但是那一天不是耶 那一天 帶著正解屍體的救護車啊 就是繞來繞去啊 就是要把新聞記者甩開 而且還有 不曉得他們用什麼手法 就是新聞記者就追錯了啦 追錯救護車啊 可能啊就是假的救護車 把那個新聞記者引開 然後新聞記者就傻傻的都 跑到那個台北殯儀館 最後隔天的新聞出來了說 正解的屍體是運到哪裡去 運到桃園 桃園機場旁邊 桃園機場附近有一家藏儀社 說從台北運千里條條運到桃園機場旁邊 然後還跟記者說 然後還跟記者說 屍體一大早 一大早就火化了 就是送來馬上就火化 就是你想要拍正解的屍體 最後的屍體被槍插那個屍體 都拍不到 已經火化了 天還沒亮就火化了 然後沒多久 新聞報導又來了 就有一個宣稱 他就是當天就是5月10日 他說他就是監督槍爵 被槍殺的那個好像是檢察官吧 還是法官好像是檢察官 他說他是當場在那邊監督的 然後他又向新聞媒體說 鄭姐被槍殺的情況是怎麼樣 怎麼樣講的好像真的一樣 然後怎樣 沒多久 沒多久那個人就死了 那個說他是監督鄭姐被槍斃的那個官員 他得癌症死了 也就是你現在完全無法追蹤說 鄭姐到底有沒有被槍殺 你完全不知道 沒有相片沒有錄影帶 然後連監督的官員也沒有 誰去執行槍決的那個開槍的人 那個本來就不會告訴你了 所以那個也不知道 所以完全不知道 所以鄭姐有沒有死 個人認為沒有死 沒有死 很奇怪 馬英九不是簽了兩公約嗎 他就是簽兩公約 就是說廢除死刑 尊重人權 不可以有死刑 那怎麼會 他就只剩下十天 就沒他的事了 他十天之後 就是蔡英文執政了 結果他竟然在剩下十天的任期 他就把鄭姐給槍斃了 那跟他簽兩公約的精神不是相違背嗎 他是不是可以把這個燙手三玉丟給蔡英文 鄭姐要不要被槍斃 十天之後就是蔡英文的責任了啊 你看現在蔡英文從上任到現在有沒有槍斃一個死刑患 是不是被很多人詬病很多人不滿啊 蔡英文到現在都不槍斃死刑患 如果說馬英九那個時候把鄭姐留著 把這個槍斃鄭姐的事情推給蔡英文 現在蔡英文一定天天被罵 說鄭姐這麼可惡的人 你為什麼不把他槍斃 現在天天大家都在罵蔡英文 欸沒有欸 馬英九搶著只剩十天的任期 他竟然把鄭姐槍殺了 你們相信嗎 個人是不相信 因為在鄭姐殺人之後又發生了很多隨機殺人事件 有沒有人像鄭姐那樣被判死刑 通通沒有 如果說鄭姐被判死刑 殺四個人被判死刑 那表示說馬英九絕不動容罪患 那為什麼後來發生的工崇安殺害流姓女童案件 免死啊 工崇安免死啊 然後王景玉殺小燈泡 把連那個頭都割起來割掉 這樣也是免死啊 然後還有那個郭彥均 隨機殺人 那也是免死 而且郭彥均 在電梯隨機殺人 一審才判三年 很輕啊 這些人都免死 然後郭崇安 好不好我們繼續看啊 小燈泡事件啊 就是那個王姓立偉的女兒啊 小燈泡命案 發生在105年 這也是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3月28日你看又來了 28日啊 又是28日 小燈泡命案發生在28日 四川人王景玉 他就 他在早上11點多 中午11點多的時候 把這個王立偉啊 時代力量那個立偉 王立偉 當著王立偉 當著媽媽的面前 然後把他把人家的女童啊 女兒啊 的頭就這樣割掉耶 剁掉啊 然後丟給那個王立偉 3月28日 結果 有沒有判死刑 沒有啊 他王景玉說 我有神經病啊 馬英九那個律師說 馬英九簽兩公約啊 免死啊 真的就免死不用死 然後再來 這個是105年 但是在這之前啊 104年 也是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5月29日啊 公崇安 公崇安 跳入那個北投文化國小 在下午就快要放學了喔 國小快要放學 4點20分 把一個姓劉的劉姓女童 拉到廁所 然後就把他的喉嚨 把割喉啊 最後只剩下一層皮 那個頭也是差點斷掉 這個5月29號 雖然不是28號啦 差一天而已 個人是覺得啦 公崇安可能記錯日子 他應該是要在28號 結果他記錯日子29號 他這個劉姓女童也是被死 幾乎就是被割頭也是死了 那另外一點就是 公崇安這個公啊 裡面有沒有一個共產黨的共 有啊 可能這個為什麼沒有選在28日 可能就是因為執行任務的人 他的姓名裡面就有一個共字啊 這也是一個中共要識別說 這是我們派出去的殺手 所以就可以查一天 因為他姓名裡面就有一個共字了嘛 然後公崇安也是免死的 理由是什麼 幻聽 公崇安說 我有幻聽呢 我都聽到耳朵有人叫我說 把那個女童給殺了 所以我就去殺了他 這樣也免死啊 這個都是在正結命案發生之後 正結都被判死刑了 然後這兩個人都沒有被判死刑 你們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殺女童是不是比那個殺成年人還要嚴重啊 結果殺女童的把女童都殺死那麼殘忍 而且都是把頭割下來 這樣可以不用死耶 為什麼為什麼後來法官不判他們死刑 因為你如果把這兩個公崇安王景玉也判死刑的話 那正結被判死刑 你要假假裝說槍斃正結已經很麻煩了 不能通知媒體 然後還要派出這個可能啦 派出兩輛救護車 一輛再往這個桃園機場附近的殯儀館 然後一輛誤導記者 繞到那個台北殯儀館 問題是這樣這種伎倆 你只能用一次啊 你能不能用兩次 你第二次你就用不來了啊 所以正結這個用一次以後就不能再用了 所以後來奉命執行任務的殺手 絕對不能判死刑啊 不然以後誰還敢當殺手 所以無論怎樣 無論輿論怎麼叫怎麼抗議 這兩個法官就是不判他們死刑 三審定宴了 然後這個正結的屍體 你們想想看嘛 為什麼要送到桃園 因為中正機場就在那邊啊 他送到那裡飛機一搭就走了 就到美國或 我們不曉得他被送到哪裡啊 飛機載了就走了 你把人槍斃你屍體 你不載到台北殯儀館那麼近 你大老遠載到一百多公里外的桃園 那不是很奇怪嗎 好吧 好吧 再來我們看 王景玉 這個講過了嗎 再來 哦 就是那個最下面那一排啊 104年啊 也是在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這個104年就是 7月20日郭彥均他在這個 台北台北捷運中山站呢 哦 他就從電梯手扶梯上面走下來 然後一路呢 就拿拿尖刀刺殺那個 這個搭手扶梯的民眾啊 總共有五個人被他殺傷了 結果一審呢 只判他殺那麼多人 幾乎把人殺死 這樣只判一審判三個月而已 因為 因為後來這個二審 二審那個時候已經蔡英文已經執政了 在蔡英文總統的可能啊 可能啊 的要求之下 後來三審呢 高等法院 改判 改判那個 12年4個月啊 然後我們再看 最近的 2020年9月28日 姓柳的嫌犯說 什麼 姓騷擾啦 以這個理由 槍殺館長啊 館長就是在28日被槍殺的啊 對啊 剛剛那個郭彥均 這個郭彥均是7月20日 好像跟8沒有關係 錯 因為他是在哪個時候殺人的 他是在8點20 在8點58分殺人的 是不是又有8了 8點58分 晚上8點58分 晚上8點58分 晚上8點58分殺人的 好再來看 2020年啦 也是就是館長被殺的那一年的 這個10月28日 你看又是28日 隔一個月啊 在台南的長榮大學 長榮大學在龜仁區 也就是高鐵站那裡啊 一個叫做梁玉智的外省人啊 目前所說的這些殺人犯 全部都是外省人 什麼龔崇安啊 王玉智啊 郭彥均啊 這個還有槍殺館長的那個四海幫 竹聯幫殺手 那全部都是外省人 這個梁玉智也是外省人 你看這個姓就知道了 他兼殺馬來西亞的女 來台灣長榮大學讀書的女學生啊 結果呢 這個有沒有判死刑 沒有耶 二省判死刑 但是 竟然 高等法院把他駁回啊 駁回更省 駁回更省就是 可能最後到了三省 可能就是五起徒刑 反正就很奇怪啊 再來我們看 太魯閣號啊 最近不是有上新聞嗎 說這個太魯閣號 竟然火車上面還有死者的頭蓋骨啊 根本就沒有清乾淨啊 喔 那個太魯閣號 雖然發生的日子 不是跟八沒有關係 但是那個火車那個太魯閣號 是什麼 408次啊 408是不是有個八 408次的火車到了清水 清水最到的時候 9點28分啊 你看28又出現了 9點28分的時候 就撞到那個從山坡上 山坡上有一輛工程車就這樣往下滑 你們不覺得太巧了嗎 這個新聞大家應該都還記得 因為就是離現在沒有多遠嗎 我這裡有寫 那個就那個把工程車推下去的人 他也不報警了 他就呆呆的站在那邊看啊 在那邊等啊等 因為如果這個是中共在幕後策劃的 408次火車上面載了498人 然後幾分幾秒會到清水最到前面 這個都是固定的嘛 火車幾點幾分會到哪裡 這個幾乎是不會改變的嘛 所以他們知道9點28分的時候 會到達那個墜道啊 就在那個時候 工程車就滑下去就撞上了嘛 他也不報警啊 那此外什麼 台南不是發生88槍 那個歹徒就開了88槍 他就不打了 為什麼 因為他帶的子彈就是剛好88發啊 一顆不能少 一顆不能多 因為中共規定你就是88槍都給我打完 就好像那個馬面林政委槍殺年聖文 他總共帶了幾顆子彈 他總共帶了48顆子彈 48顆啦也是8 他只打了一顆啊 所以後來警察是在他身上 找到剩下的47顆子彈 按照道理啦 可能啦 中共給他的指令可能是 你48顆要全部給我打光 但是這個馬面 就是做的不夠漂亮啦 所以他只打了一顆 因為打死人了嘛 他就不敢再打了還是怎樣 不曉得啦 啊不是啦 他打了一顆子彈 他打了一顆子彈以後 旁邊有一個竹聯邦的姓柳的堂主 就衝上去把他抓住了嘛 所以他剩下的子彈 他就沒辦法再打了啊 像這個台南 這個開88 他可以把全部88顆子彈全部打光嘛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88會館有沒有 姓郭的郭台銘那個郭 然後這個南影啊 還有這個親共的硬是要說這個88會館跟民進黨有關啊 硬是要把這個88發子彈跟88會館硬要扯上民進黨 其實這個88是跟中共有關啊 跟民進黨沒有關啊 好 謝謝收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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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